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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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讲那种大话 有报应吗 好 报应算我的 讲这个都很爽 报应来的时候你就知道 那你变成你中风偏贪了怎么样 你专门在骂人的时候 你看那专门骂人的人 专门在诡谤佛法的 我跟你讲 歇和其现在对佛教你不信的 我们同修也不要去批评其他宗教 因为其他宗教都有其他宗教的神圣 还有他的好的地方 对不对 他也可以教化人心 你知道你如果毁谤佛法 批评佛门 像这个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上面下面都管着的 如果你是毁谤一个宗门 一个法师 这个法师真的在红法 也就是无根生棒 没有理由随便毁谤他 这种事情地府一定给你记录 如果是用手机发到这个什么 网络上的 你今生可能会得癌症 你记得我的话 可能不是马上 也可能是不久将来 因为那个业已经种到 你必须生重症 只要是毁谤到一个法师 或者是一个宗门 天官立刻会有 玉帝立刻派天官下来查房 看看这是真的假的 怎么回事 要了解 如果这个法师真的做得不好 当然也会上报 如果这个法师是清白的 你给他毁谤 你惨了 立刻给你送上去 马上你的脸色大变 所以有的人本来就是神采奕奕 对不对 有的人瞬间苍老 或者瞬间就衰弱下来 瞬间他那个精气神 就不如从前 有没有 台湾的叫做 夹中心在那边 你的夹中心在那边 那个就是你闯大祸了 不要做这种事情 我们人的力量很渺小 我们活多久 都不是自己在操纵的 对不对 所以要能够 就是做一个善良的人 讲良心道德的人 做一个好人 换来什么 平安 有意义 不会后悔 也不会麻烦别人的人生 你中风了怎么办 你坐轮椅怎么办 得癌症怎么办 家人跟着受苦受罪吗 如果你身上报应一下 就报得完 你看都讲量 好 我来承担 有报应算我的 哪里有报应 讲的时候这么爽快 报的时候 你自己身上报不完 不是延到第二代第三代吗 骂一次神佛 你消多少福寿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所以社会上 这个宗教乱象有 但是不是所有 不是佛教是不对的 不是这些正确的信仰是错误的 是那些人乱搞 你不能因为那些乱搞的人 就来否定圣贤之道 否定真理 那就是大错特错 这样人间不就一片黑暗了吗 是不是 所以同修 人生在世 可以学佛修行 做善事的时候 可以赶快忏悔业障的时候 你现在不懂得忏悔业障 你至少不要再造恶业 要多做善事 如果你现在愿意 看待自己生命的问题 给自己的生命 注入 就是真理的甘露 让自己有一个误悔的人生 起码先不要再造恶业 这个过去七佛 他所教戒 就是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无论你拜哪一尊佛 通戒 那就跟你讲 任何的损人 不利己的事情 你都不要去做 以前有做 现在立刻要停下来 人生在世 你听到几次有人规劝你 那个是有定数的 那是上天 冥冥之中有安排 你今天听到一个法师 劝你 那就一次 你今天听到电视 又在播放又劝你 那就两次 一个人一生被劝几次 是有定数的 那都是冥冥之中 安排给你的 你不要每次听到 都把他当耳边风 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你都不听劝 什么都没有改善 恶事还是在做 造业的事 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还在做 那当然一生 都充满罪业了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圣贤 诸佛菩萨 有教了很多的 圣贤之道 良善的事 光明的事 趁着自己有气力 要赶快做 为什么 人生充满无常 一下生病了 一下遇到灾祸了 你有心想要做 都没有办法做了 趁现在可以的时候 要广行善事 众善奉行 致敬其意 的心理 要把它保持干净 不要都是一些污浊的 下裂的 或者做了善事 不要沾沾自喜 觉得我还 自我感觉良好 我应该是个善人 我做得够多了 什么也是我做 什么也是我做 善事做多 会有极庆 会有吉祥的 极庆这么少 逆境这么多 说明善事远远不够 对不对 你看那个新加坡大善人 陈庚金先生 他一生都在做善事 都在布施 把钱拿去盖医院 盖学校 儿子被抢匪绑票的时候 那个两个抢匪 打电话说 陈先生我们要杀了你 独生子 我们要杀了你儿子 我们要多少钱 我们放人 他说你杀了吧 我的钱一毛都不会给你 我钱全部都要做善事 这个才是有气魄的 结果他儿子被放回来 真人真事 所以真的是有 在做善事 暂时做得多的 他会有极庆 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会化险为夷 逆境还很多 一下这里撞一下 一下这里病一下 一下有人这里来找你麻烦 一下晚上睡不好 那就说明 业障还很重 不要自我感觉良好 沾沾自喜 自尽其意是诸佛教 这是过去欺负 给我们的共同教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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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